大家好,我是明白 我们开始第十四小节 seedmap的导出 这个功能可以实现一个 我们抓取某个网站 只需要抓取一次 抓取一次以后 你可以将这个seedmap给别人 别人就可以直接套用你这个规则 还不需要重新再 就是创建seedmap 而且就是 设置select 这一系列 相当于你抓取一次 人人可用 也可以是抓取一次 各个电脑上都可以用 好,我们大家直接来 我直接找个例子给大家演示一下 步骤 我还是有知乎 我们直接 inspect 打开webscript 我们找到我们之前那个知乎 张家伟 张家伟 我们 我们先切换到张家伟的这个 网页 其实我们导出seedmap 之后不用切换到中复张家伟的 页面 我切换到这个页面 是为了来检查一下 我之前的这个seedmap 有没有选对 是对的 我追到preview 我的multiple 没选 delay 2000 然后保存 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 选择 选择 测试 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 选择 选择 是对的 好 大家看 如果我要导出的话 我直接点击这块的中间这一栏 下面有一个ExportSeedMap SeedMap 我们点击 好 大家看 这块有一串 就会出现一个代码框 我们选中 然后拷贝 拷贝这些代码 好 现在这个SeedMap导出已经完成了 大家看 这块有PPT有步骤 我们点击中间这块 然后点击ExportSeedMap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以后 出现这个代码框 我们将这一段代码 复制下来 给大家想了一句口诀 有了这一段代码 走遍天下都不怕 有了这一段代码以后 大家看 我重新 如果你在 把这一段代码 发送给别人 我已经复制了好了 别人如果 就直接在他的电脑上 随便打开一个网页 随便打开一个网页 然后点击右键 Inspect 它打开WebSeedMap 它点击 这块SeedMap 一个ImportSeedMap 它直接导入 然后将那一段代码复制过来 然后它可以重新给SeedMap起一个名字 也可以直接用 如果它之前没有用过你这个名字的话 它就可以直接用你这个名字 当然也可以改变 我变一个 我取名 加为 我把信除掉 然后点击Import 好 它现在 这个 这就创建了一个新的SeedMap 然后Select什么呢 就已经设置好了 因为你是导出的 就直接套用了之前哪个 就可以直接开始抓取了 大家看 OK 已经全部抓取成功了 大家看BPT里的 这是SeedMap导入的话 我们点击ImportSeedMap 然后将这块的 将上一步 导出的中央代码 然后粘贴到这块 大家看 在真 粘贴上不止外 导出的代码 然后5这块 BPT里的重新起一个名字 然后再点击 ImportSeedMap 就OK了 我们就得到一个 一个新的SeedMap 加为 加为 这个你就不用再 再设置Select的 直接就可以跳过第三步 直接开始抓取 当然我这个 举的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 如果就是你有一些 比较复杂的话 需要设置很多选项 比如我们这个同层58 我们这个就这么多 还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话 我直接将这个 我直接将这个 importer这个 SeedMap 然后这么多 我直接将这串代码 复制给你 从电脑上用 QQ啊 或者微信 传给你以后 你直接在你的电脑上 ImportSeedMap 然后这样 就可以 你就可以直接 套用我这个设置 这个SeedMap的话 我们课堂上 我们有个 支持星球 以后也会 就是将一些 常用的网站 扎设置好的SeedMap 发到里面 大家就可以 直接去套用 OK 我们这块就 直接就完了